大家好,我是白大帅,或者是个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大龙的牛仔 嗯,大龙最近怎么第一开始练牛仔面倒的是鱼女 牛仔打鱼女还行吧,有的打,之前我是觉得没得打的 然后是被445的牛仔给打服了 后面就觉得只要操作好,那有些对抗你感觉没得打 因为本来我觉得呢就是,我拨个水圈,你牛仔过来呀,你过来呀 因为过来吃水器嘛,牛仔这边带的是,牛仔如果带个飞龙我觉得更有的打 他这把带的是个薄命的话,可能没那么好打 但这刀阵容确实也只有他带薄命了,古董山也带了个薄命 这两个薄命不是很稳定啊 第一波找到油拆,油拆这边的话是个双坛 即便是狗咬中,这边一波丢叉,如果收到了他也得吃伤害 这边是丢叉,想要封这个房,好的 这波叉还是避重的,这波叉是避重的 走,然后再绕过来的话,水器93 能不能再丢叉补一补 叉过去,好像没叉到 哦,99了 那应该是要用水器来蹭了,蹭蹭蹭 好的,蹭出伤害以后收叉,交下线一刀 整个祭导节奏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祭导节奏 而且穷者这两个救人位并不稳 我们看牛爷爷,牛爷爷离得有点远啊 这波牛仔可能要卡一卡再救了 诶,回去修机子吗 古董山也没救啊,牛仔还被通缉到了 这里总不可能说看太远去救吧 没薄命的 牛仔这边被通缉,那这把熊者不好打 古董山这边说他不救人,那只有牛仔来救 牛仔这边是被通缉到的 这想卡半救下来有点难度啊 这个圈水器范围还是蛮大的 勾个板子过来 捞,捞完 还行,说实话 这边可以全身而退 那边的话,油拆吃一刀,换一个地方倒 牛仔这边是可以过来打一波架 要不要打架,因为这边古董山也过来了 古董山也过来的话呢 牛仔再来打两个人打架 对于球者来讲是挺挺亏的 你耗费两人之力,你把这人保活 你得保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甚至要保一个什么,保一个过半 哎呦,我去 刚好这边一个收叉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水器 牛仔这边出不去,直接倒地 还没保,直接人没了 古董山来 这边古董山那只能打了 为什么呢,他要拖 看太远也来打 其实这个时候,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路的局没办法 上帝视角来看,这里应该是 哎呦,一个人打就可以了 两个人打太难了 两个人打太难了 古董山这边卡着再救一波人吧 看太远这边的话,把牛仔摸起来 得摸满,我们摔下机子 嗯,差两台整 古董山这边又被通缉到 哎,真的是谁救人谁被通缉 刚才牛仔小皮边过去 那我想问一下这边古董山怎么过去呢 这个又是一个大范围水器 又是一个很大范围的水器 这你过来 你进入我水器范围就收叉了啊 收,好的 然后,打一刀 这个水器 还有99,哇,车 看太远过来搞 牛仔过来搞 不能搞了 这真不能搞了 真的,这个得修机子呀 拿命再搞 速死三连 可以,可以,可以 这波看太远还是比较给力的 看太远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样的话,油猜是走了 反手过来想要来抓这边的古董山 一个冲刺冲到了 好的,再扶 随气 冲刀 嗯,可以吧 我觉得鱼女这边如果挂上人 能够通缉到油猜呢 他还是会去找这油猜的 通缉到其他人呢 可能在做一波防守 在做一波防守 这波的话,看太远过来 是成功的让鱼女放光 但你说球者赚不赚吗 我觉得并不赚 但至少不亏啊 小赚吧,小赚吧 换挂中都是赚的 毕竟 你换挂了以后 你节奏是可以稳下来的 但毕竟是所有人全来了 对于说 这里的话各种水汽贴 包老 收叉50多 有飞轮 弹开 看太远 飞轮没躲掉 哎呀 这因为鱼女也知道你要交飞轮 我就卡在你交飞轮的这个时间点 哎 我去给你打这么一刀 让你没办法交出这个飞轮 小皮鞭被挡住 牛仔这边的话65 水汽 一刀 这把鱼女士打得真的很强啊 打得很好 在防守端 哎呦 这水汽范围 再来 勾下来了 勾下来了 一叉就叉死 看太远这边是交自起的 一个冲刺牛仔倒地啊 还有一个收叉的 还有还要冲 一棍子 这边的话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大不了交闪现 大不了交闪现 呃 挂飞一个 然后看太远这边是交自己的 挂上牛仔去找的 找到这边的游差 完成一个死转 完成一个死转 机子是肯定不够的嘛 这个机子差太多了 也尽力了吧 我觉得 真的就 这个这个椅子 这块大范围水汽 求者真的一点办法没有 其实这套阵容 他没有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救人位 就很难打 要不把这开大鱼也挂了 因为我 我们是知道这边机子不够的 他这边可能不太知道 看到码机在抖动 要不就把人挂了 60秒的传送 我觉得是可以把人挂来的 对 看到码机抖动的话 把人挂了 然后往前顶就好了 能留的下吗 最好 留不下吗 就算了 毕竟游差是没有带飞轮的 带飞轮我觉得还有一波 一样的可能性 但没有带飞轮的话 其实这边游差 因为从前面这个鱼女的水汽的一个布置来看 他对于水汽的一个运用是非常非常极限的 求者这边 一旦是被他这个水汽布好了以后 后面你就只能去他想让你去的地方 从此 没冲到 没冲到 终究是没有飞轮了 一个收叉50多 然后打一刀 再一波丢叉 疯 直冲地窖是没有机会的 直冲地窖是没有机会的 他刚才应该在上船 上船以后呢 绕一圈可能还有点说法 好的 你们是感谢朋友 我们下期见 拜拜